在昨天下午北檢提出了抗告 那柯文哲先前有呛北檢啊 说根本是动用国家的力量 在研究他 好 那辩子妹上街去街访 民众就说啊 其实无风不起浪嘛 空穴不来风 所以柯文哲 你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呢 但是也有年轻人是挺科批的 认为是赖清德 故意要找查 柯文哲表示 北檢动用全部国家力量 在研究他 民进党说你有罪就有罪 精华成案延烧 民众眼里国家机器有动起来吗 我对于有 你觉得有 体感上是有 就是平常的政客遇到这种事 是不会那么 就是政府是不会那么积极 有吧 很明显啊 很明显有啊 什么东西很明显有 就是机器有在 国家机器嘛 有在就是查他的 你觉得有啊 我真的觉得有啊 感受起来就不一样 阿姨已经这个年纪了那么大了 看太多了 什么党 什么党 所以柯文哲当初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还选他 我是没有政党的那个啦 我是觉得党一定要换着做 才不会一党独大这样 你今天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 无风不起浪 我觉得多多少少 你自己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是真的就是 你好像做得不够 不应该啦 不应该这样啦 我是觉得这样子 不然无风不起浪 为什么你要不找别人 为什么会找你呢 就是一个政治追杀的感觉 就是觉得民进党摆了名要找他查 对啊 就是嘛 有关系就没关系啊 这事实就是这样啊 政治很黑暗 水很深啦 有关系就没关系 就是这样 他一定是 但是他现在 我不知道他下一任总统有没有选 但有的话感觉是会对民进党造成一些威胁 一些利益 对 所以赖心的想办法把它弄掉嘛 这很合理的推断就是这样啊 不会 我觉得不可能 什么东西不可能 就是那你肯定是有抓到有 对不对 就是怎么说 那个叫空穴布莱坟 肯定是有一点点 什么问题才会被人家抓到嘛 我是觉得 他们就是打来打去的 然后到后面如果真的有问题 一定就是会被发现嘛 你如果真的是无辜的 那就是会被放出来啊 OK 有不可能为了什么 去给你制造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有关系就没关系 刚好柯文哲就是没关系 所以就有关系 整个政坛背后 其实说不定是有一股势力 对 然后没有关系的人 就会被打压 然后真的是动用国家力量去查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有啊 不然干嘛去追他 就是那么多人都在贪的话 为什么只抓他一个 OK 对啊 我是觉得有啊 就像他说啊 就是柯文哲就是第三股力量啊 对啊 所以就是选举完结束了 就是开始在清查这些人啊 我觉得毕竟 国家那种检查地检就是 本来就是要公正的 那我觉得一定是有相关的证据 才会去搜查 不会全部一定是 他不会是那个政府的国家机器啊 看检方后续的调查 那我觉得个人还是可能暂且相信 他还没有任何的罪 因为毕竟也无罪推定嘛 另外一头高雄国兵容积率高达1142% 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我问一下 你觉得这真的有差别待遇吗 就是比如说 一定有的啊 因为高雄是绿的嘛 就没事啊 对啊 他就是民众党 所以一定就出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嘛 对啊 对啊 就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了 好 因为他民进党的 就是这样很明显啊 要不下去了 什么意思 就是很明显 现在民进党有黑幕啊 为什么 我觉得你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 不要处理起来 有民众觉得空穴不来风 不过有人觉得 有关系就没关系 为什么只查柯文哲一个人呢